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有新发现 我是Kaka 我是舒适一 我真的很久没有跟大家 唠一唠奇葩的日剧了 然后最近呢 我又翻出了一部很神奇的日剧 它真的有毒 就让我一连看两季 每季有八季 而且它的重点不是在于 我平时看的那些日剧一样 只有二十多分钟 它每一集有四十五分钟 你这样都把两季看完了 那我必须要听一下 是怎样的日剧了 它的名字叫做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女装大佬 到每家每户去做家政 干一家 到一家的单元剧情 所以它每集是不同的故事 那我一开始会发现这部剧呢 就是因为在家务小技巧的评论里面 发现了有人推荐这部剧 当然这也是我推荐这部剧的 非常强有力的理由 它每一集会有三个家务小技巧 这里面的技巧 不只包括清洁小技巧 还会包括烹饪小技巧 我就会看得很津津有味 这种感觉就类似于插身文具多 我刚想说这个 真的对于你来说 是一片未被踏足的知识净土 对 你就会很喜欢 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神奇 比如说那个蜡笔画在这个墙上 你可以用白布贴上去 然后用运斗 就可以把蜡笔完整的踏到白布上 就这种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家务过于小能手 所以还好 除了这个以外你知道白萝卜还有很多妙用吗 不知道 白萝卜的妙用大家一定要去看剧 去学习一下 原来白萝卜这么有用 好 好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推荐理由 那第二个推荐理由就是在于它的剧情 你要知道 如果一部剧 它里面只有学习家务小技巧 这种非常单薄的理由 那它是不可能拍了5G的 这个剧啊 每一集都让我欲罢不能 它走的就是那种 又短又快 那种防不胜防的节奏 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 非常直白的感受 这种一波三泽的剧情 所以我决定给大家剧透一击 因为它是一个单元剧嘛 所以它每一集的主人公 其实都不是那个女装大佬 女装大佬是那个穿针引线的人 那这一集真正的主人公 就是小说家女婿 以及她的刑警岳父一家子 那中间的剧情和最后的多重反转 就不跟大家过度的剧透了 因为看悬疑剧的快乐 其实就在于那种 一点一点抽丝剥茧的揭秘 但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集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喜欢 非常激情的一个段落 想要剧烈的分享给大家 就是虽然这个小说家女婿 在市面上都查不到她的任何名字 我本来以为她是一个非常穷困潦倒的人 现在还在努力的耕耘 但没有想到她是成人文学界的 泰斗 著作等身 而看不上她的岳父 正是她忠实的粉丝 她有一念墙的书柜 里面藏的全都是 她女婿的作品 对 并且我相信她一定看过非常多遍这些著作 为什么 因为在《女庄大佬》就只是轻微的念了几句以后 她非常顺畅的 自然的就背诵出来了后面的激情段落 除了这段我觉得特别精彩的背诵段落以外 诗歌朗诵环节以外 就是后面行进岳父说的那个 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能唤醒我的心灵和其他地方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会偷偷分享一些脖子以下不能描述的一些片段一样 在隐秘之处大家结成了联盟 而且编剧的做法还真的做到 我觉得做到了极致的讽刺 居然让岳父大声地背诵女婿的作品 没错 我觉得编剧在这里真的非常巧妙 它其实就是用一个简简单单连成一圈的这么一条逻辑 就教会你一个人间至真的道理 不要轻视任何人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讽刺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在这部剧里面 大家是非常赞赏 比如说刑警 比如说像小说家最开始掩饰自己的职业 就是说是在医院工作 或者在医院的便利店工作这样子 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正式的工作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是一个如此受岳父崇拜的成人文学 巨播 那我知道为什么这部剧非常打动卡格 因为卡格就是会被这些 就是有一点中二的反叛精神 深深的感动 因为编剧其实是在用这个剧来挑战 整个东亚传统的社会秩序 对没错 而且这个岳父还为小说家打磕 是不是觉得这些剧情非常的意外 是我觉得还蛮硬的 我还蛮喜欢的 对吧 那除了这些非常精巧的剧情以外 第三个推荐理由就是女装大佬精湛的演技 这个人啊就是好怪哦 你看他就觉得哪里都不对劲 他的方正的恋心 高刮的权贵 以及他伪暗的身材 是的 你如何相信这是一名女性 但是你多看几眼 你就觉得说 好奇怪啊 你会信了他的邪 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他女装的设定 是 因为他走路的步伐 以及他的身姿 妆容 你都会觉得说 虽然说他一副屌都不行的样子 但他确实 但他确实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 众人皆对我独省的高贵冷艳的女性 对 然后你就会跟着这位屌都不行的女士 到每家每户去拆散他们的家庭 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无事胜非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端起那副高贵冷艳的样子 要去为每一个家庭 揭开他们已经发浓溃烂的窗疤 就是感觉还是某种程度上是 先跌到谷底 但是是马上就会反弹向好的那种改变 没错 游几集确实也是一种正能量的结尾 总而言之呢 就是如果你能够接受日具这种 略带一些夸张和中二的设定 那么非常推荐你去看这部剧 值得一看 入股不亏 好的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或者在评论区和我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